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题目 它说三角形ABC中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三个内角呢 都是0到180度的角 而0到180度取sin都是正数 因此选项1是正确的 然后题目还说cos b等于1 3分之1 1 3分之1大于0 所以我们就知道角B是锐角 我们接着来求sin b 那它会等于根号1-cos b 题目这里告诉我们cos b等于3分之1 所以它就会等于根号1-9分之1 等于根号9分之8 我们如果叫sin b平方 就可以推得sin b会等于9分之8 而题目又说sin c等于5分之3 所以sin b平方c会等于25分之9 那因为9分之8会大于25分之9 所以sin平方b会大于sin平方c 因为sin b和sin c都是正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sin b大于sin c 可以推得2r分之b会大于2r分之c 这两个r是外接远半径 那b和c分别是角B和角C所对的边 于是又可以推得b大于c 而b就是ac边 c就是ab边 所以ac边会大于ab边 因此我们知道第三个选项是错误的 国中的时候我们学过同一个三角形里面 大边对大角 所以当ac边大于ab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推得角B会大于角C 那这边我们说角B是锐角 因此角C也是锐角 而锐角取余弦值 就是取cos它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cosc应该要大于0 因此第二个选项是错误的 因为cosc大于0 而sinc又等于5分之3 所以我们就知道cosc它应该等于5分之4 接下来我们要比较bc边跟ac边的大小 那bc边对的是角A ac边对的是角B 所以只要知道角A跟角B的大小 就可以知道这两个边谁比较大 而角A跟角B的大小呢 我们要利用它们的正选值 也就是sinA跟sinB来比较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sinA 它会等于sin180度减掉角B加角C 会等于sinB加C 而sinB加C会等于sinBcosc加cosB sinc 而刚才有说sinB会等于9分之8 那它就是2分之2根2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sinB换成2分之2根2 而cosc是4分之4 写在这边 cosB是1分之3 是这个值 那sinC是5分之3 那sinC是5分之3是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列出来 这样算出来会等于15分之3加8根号2 刚才有提到sinB会等于3分之2根号2 那我们分子分母一起乘以5 就变成15分之10根号2 接着我们用sinA来减掉sinB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15分之3-2根号2 而这个3会等于根号9 2根号2会等于根号8 所以它会等于15分之根号9-根号8 那根号9-根号8是大于0 所以我们就知道sinA会大于sinB 脚A所对的边会大于脚B所对的边 也就是BC会大于AC 因此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选项 第五个选项问我们三角形ABC 是不是锐角三角形 那因为这里cosB等于3分之1大于0 所以我们知道脚B是锐角 而这里cosC等于5分之4也大于0 所以脚C也是锐角 剩下的只要考虑cosA 如果cosA也是正 那我们就知道三角形ABC是锐角三角形 刚才我们有算出来 sinB等于根号9分之8 所以sinB会等于3分之2根号2 接着我们把之前写的字插掉 我们现在来看cosA cosA会等于cos180度减掉B加C 会等于负的cosB加C 那cosB加C会等于cosBcosC 再减掉sinB sinC 那这个cosB呢是等于3分之1 cosC是等于5分之4 sinB是等于3分之2根号2 sinC是等于5分之3 那我们就将它们全部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样子算出来 会等于4分之4加15分之6 根号2 那这个4是根号16 6根号2是根号72 根号72大于根号16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算出来会是大于0 因此脚A也是锐角 所以三角形ABC是锐角三角形 那么第五个选项就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 我们要选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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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